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第一个词汇 创业 创其实有创造 create 开创 begin start 业呢 事业 career 所以创业其实就是开创自己的事业 或者创造自己的事业 创业 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说 我打算创业 他的意思是 他打算自己开公司 当老板 创业 也许你会觉得创业听上去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自己当老板多好啊 但是其实在创业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 各种各样的困难 比如第一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 怎么组建一支创业的团队 团队是什么意思呢 团队就是一个队伍 一群人 他们一起做事情 我们称为一个团队 如果一家公司非常小 这家公司只有几个人 那么这几个人就是这家公司的团队 如果一个人想创业 通常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 他需要很多人来帮他 那么他首先需要组建一支团队 创业的团队 创业的第二大困难是 不稳定 什么叫不稳定 如果想理解不稳定 我们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稳定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说我的工作很稳定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定的收入 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不可能明天突然没有工作了 这种事情很少发生 所以我的工作很稳定 我的生活很稳定 如果一个人说 他的工作不稳定 不稳定的意思是 他要经常的换工作 或者他可能今天在工作 明天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我的工作不稳定 创业尤其是在创业初期 也就是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人们的收入通常不稳定 也就是公司挣钱的时候就有工资 如果公司不挣钱了 那么就没有工资 我们可以说收入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收入income 创业还有什么难题呢 创业有风险 有风险是什么意思 有风险的意思是 有可能失败 我们就可以说有风险 比如我要做一个手术 医生告诉我 这个手术有风险 手术有风险的意思是 这个手术有可能失败 有可能失败 有风险 那么创业有没有风险呢 当然有风险 有很多人创业都没有成功 都是以失败而结束的 所以我们才经常听到 有人说创业有风险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创业的下一个困难 下一个困难是 投资成本很高 我来一个词 一个词的为大家解释 投资 投资英语通常翻译成 动词invest 或者名词investment 这里的投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想开一家公司 我必须先有一部分钱 投入到这个公司里 比如我要租一个办公室 这些都是需要钱的 你投入一部分钱 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这个行为就可以说投资 投资 成本 成本是什么意思呢 成本 我们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生活成本 生活成本的意思 是指你在一个城市生活 你要吃饭 你要坐车 你要买衣服 这些在日常生活中 必须花的钱 就叫做生活成本 创业也是需要成本的 投资成本 我要投入的这个钱 这个成本很高 终于克服了所有的问题 公司已经创建成功 接下来的挑战是什么呢 接下来的挑战是 有能力经营 有能力经营 能力是表示capability 能力 有能力做什么呢 有能力经营 经营一家公司的意思 也就是管理一家公司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 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遍 今天学习的第一个词汇是 创业 创业 创业的第一大难题是 你需要一支团队 对 你需要组建一支团队 团队 第三个困难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创业的时候 收入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第四个词是 创业这件事情 有风险 也就是有失败的可能性 第五个 投资的成本很高 他们甚至没有钱 开始创业 第六个 终于创建了一家公司 但是还需要 有能力经营 有能力经营这家公司 第六个词